鼎姐妹 我們今天開始一個新系列的信息 就是活出喜樂生活的致命重點 今天的主題是 主是最喜樂的 祂很想我門像祂第一部分 主是憂患之子 祂為了我們降生受苦獻上自己 祂是我們的救主和大祭司 但主本身都是最喜樂的神 父子聖靈是無限的 祂也是有最大傷愛和喜樂的容量 主即使在釘十字架前那晚 一次次都講到祂自己的平安和喜樂 這種平安和喜樂 我們今天都得著了 就好像史特行傳宗 彼得坐牢的時候 也都經歷了那份出人意外的平安 主是憂患之子 但祂更加是喜樂之子 主祂本身是最喜樂的 神祂根本就是最喜樂的 簡直是無限的喜樂 你看我們今生 只是幫祂親近 祂稍微點點你 舍舍你心裡 向你學愛獻言 你根本是人生最快樂的 就是這樣就住了 我初信的時候已經經歷了很多 他向我愛顯然 吸引就奪去了我的心 西方的心中經歷了他自己多久 他那份無比的愛 正如雅各書所說 是被人走更美 被世上一切 刺激實的興奮 所以塗造的東西更加美 他才知道 前面有最大的喜樂等著我們 我幫他面對面 這些會超越我們一生 力幫助多緊也好 你向他多深也好 更加是超過 你都是喜樂到 你經歷到他自己 那就是他的寶貴和他的愛 你永遠都不會犯罪 永遠都盡了一切愛他 我覺得沒有他更加幸福 這也是他的愛夢 就是要我們幫他最深的相愛 他已經盡了一切愛我們 是我們盡了一切愛他 所以他這麼寶貴這件事 他講到第一個界明 最大的界明 就是我們盡了一切愛他 這樣的話 你是最用盡自己 可以說 神祝你 你的全質全部是 和你的容量 是用得最好最好 最榮耀 也會最快樂最幸福 也會最快樂最幸福 好不好鬼啊 我覺得 聖上說 我們愛神先愛我們 詩篇就是寫三篇那裡 他說 就是走到神的祭壇 十二格就是神的祭壇 他先把自己給我們 寶寶都是 他誇口就是主托他 扔十二格 我們也給他 這個就是十二格最深的意思 主托他就是一頑之子 主托他就是一頑之子 但是管家就是神的兒子 無限的忌諾 他幫老爸聖靈無限的傷害 他幫老爸聖靈無限的傷害 父子盡也有無限的用力 無限的用力 無限的享受 無限的享受 其次享受 盡享受大家的愛 是最奇妙最完美的事 它是按照形象的,是按照形象的。 所以我們不是單獨的。 沒錯,知道我們有個人的愛, 但我們不是單獨,它是一個家。 政府的聖靈不是單獨的,它是1,2,3,3,2,1。 它從來被單獨的。 永遠都沒有更加1。 第十年前的曼兔國,都是它要我們原住俠儀的1, 就像它幫了阿爸那樣。 因為愛是想最緊張的。 主要是我們西方永遠成為一靈, 最深、最寶貴、愛亂俠, 就是生命結恋。 我最深處於它自己, 像是阿華出於,當作它的老婆骨頭。 我們是主骨中的骨。 我估計我最深處於它, 因為最深歸於它, 歸於它最深的外的位置, 最高的外衛。 我們是為了它自己, 太寶貴。 為了最完美, 最無限, 最榮譽的位置, 最滿足它。 所以我們很榮譽。 人都是, 最寶貴才能滿足到你。 你和豬呀, 狗呀, 貓呀。 你和食物呀, 環境都滿足到你。 我不是要十幾千, 我只要十幾千滿足到我們。 所以我們是, 我們容量很大, 我們太榮譽, 不是普通的東西也滿足到我們。 它可以貼心, 將支給我們, 住在我們心中, 工筋的享受。 沒有距離。 它做到我們是這樣的, 能夠它住在我們心中。 它要幫我們最緊。 這個能夠滿足到它。 而要滿足我們。 我們都是要它幫我們最緊才能夠滿足。 你幫疏遠, 你不會滿足。 主它是一環之節, 就從事起落,想起落是很深,最高層次的心底的起落 他在外面受很多苦,他常經憂患,多受痛苦 但他裏面因為有這麼厲害的起落,他才能成就這麼大的痛苦 他信心是最大的,盼望最大的,他擺在前面的起落,他盼望 亦都是信,一信望不能睡開,你沒有信心,你沒有盼望,沒有記錯 所以他信和望很大,所以他的愛都是最大的 他按日那邊,他最享受到的船 他說,父愛他,他要我享受父愛他那份愛 主要共榮耀人生,因為他享受父對他那份愛 他要我們同樣享受父愛那份愛 因為他要我們的心最起落,最永遙 他要我們在父的命中生活 鄉人土父是怎樣的? 我們是這樣被保守 所以說,保守我們,尚在神的愛 主帝上那天晚上,他都說,要我們尚在祂的愛 一生都在祂的愛 好像一個寶寶,媽媽是愛他,但他都在媽媽的懷裡才最快樂 在阿羅書上說,他的左手必定在我們的頭下,右手把我們抱著 無論你是多大的男人,或是多大的女人 實際上,我們在神那裏都是個小孩子 我需要祂的抱,需要祂疑我們 我太需要祂的愛 所以看到現在全世界的人太笨伐了 因為決了神的愛,所以他們不滿足 他一個個就像所羅門那樣追求那些 因為他不認真 他覺得是小所羅門 大所羅門都不滿足 小所羅門怎會那麼滿足 他什麼時候追到所羅門的享受 整本書說得很清楚 有所羅門那麼厲害的享受 他都說,太虛空了 就是暴風 你試試暴風 你試試暴風 就是德國吉 至於他本身做起羅 但他是成為一運之士 就是他這個角色方面 他的積憤方面 成立他,做個大祭司 做我們救助 連他的名字都幫你很習慣 所以很寶貴,主要命 永遠的名字 是耶穌幫你太有關係 耶穌幫你太有關係 就是神差 成就最完美救恩 他角色方面 因為他所要成就的事情 就是他愛我們 將來不單止是挽回 其實超過了未犯罪程阿當 所以他就常經憂患 多受痛苦 他是做一個完美的特製司 就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受苦能得起完全 在神託父的職份 他受苦才能夠完全 最能幫到我們 最能安慰我們 所以他成為了憂患之恥 但他本身是喜樂之恥 但是我們不要認錯了 因為很多基督 不夠認識主 他是最喜樂的 那時候那一晚 他一次次提 我的喜樂 他一次提 我的平安 他將他自己的平安 平安簡直是太美麗 平安 面臨最大的痛苦 就是人們恨他恨到 要脆掉他 要將他釘在十二架上 他知道最清楚 他知道是最大的痛苦 但是他在整個晚上 他說我的平安 他將平安留給我們 所以他給我的平安 就是能夠這樣 就算面臨十二架 都可以這樣平安 就是彼得 他有其他日 就應該處決了 太太彼得 他明明過之前 他三善二主 他是怕的 他沒有平安 也沒有討過 他就睡覺了 所以我們不是靠人的一種感情 或者是人的意志力 或者是人的意志力 就是有危險 有些難處 你經過不了 所以出人意外平安 所以出人意外平安 主要滿身就是出人意外平安 哪個死者可以這麼平安 哪個死者可以這麼平安 彼得他是這樣 但是他都吃不過之後 他經歷過平安 第二天處決 他睡得這麼軟 天使可以說 他以為是在發夢 天使帶他出了牢 他在外面 他都以為是在發夢 我這樣睡得很軟 他就說 出去吧 應該是冷覆 或者比較涼覆 醒醒一點才知道 真是真是 尋找天使去救他 所以兩個人都給得完全多 今天我都可以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這個我也經過 不止一次 你心裡意外的 你心裡意外的 不用心裡意外的 總之就是 遇到一個就是我平安 即不是你有人弄出來的 這些 這些是主他留給我 這些是主他留給我 我收人最寶貴的東西 最基礎就是平安的喜樂 那天晚上 講一次一次就是我的喜樂 他喜樂今天最大的喜樂